三角形无处不在 看看你的周围 你会在建筑、工程、甚至自然界中发现它们 它是所有几何形状中最坚固的 这就是为什么桥梁和建筑物经常使用三角形建造的原因 但除了强度之外 三角形还有一个基本属性 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是指它三条边所包围的空间大小 了解如何计算这个面积 对于从太阳能电池板设计的土地测量等许多领域都至关重要 想象一下你正在设计一个花园 想知道一个三角形地块 或者也许你正在设计一个标志 需要计算一个三角形元素的面积 在这些情况下 知道如何计算三角形的面积就变得必不可少 三角形是几何学中的基本形状 它们根据边和角进行分类 我们有所有边都相等的等边三角形 有两条边相等的等腰三角形 以及所有边都不相等的任意三角形 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属性 这些属性会影响我们如何计算其面积 掌握三角形面积的计算不仅仅是计筑公式 计算三角形面积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底和高公式 这个简单但功能强大的公式指出 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其底和高的层级的一半 三角形的底可以是其任意一边 而高是从所选底边到对顶的垂直距离 为了形象的说明这一点 可以将三角形想象成一块披萨 底边就是披萨的饼皮 而高就是从饼皮到披萨尖端的距离 假设你有一个底边为十个单位 高为六个单位的三角形 使用底和高公式 面积将是1 2 x 10 x 6 等于30平方单位 尽管底和高公式很简单 但它也有其局限性 它需要知道三角形的高 而这并不总是容易获得的 海伦公式 以古希腊数学家海伦的名字命名 提供了一种优雅的方法来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当你已知三条边的长度时 这个公式消除了预先确定高度的需要 这使得它在各种情况下都非常有用 要使用海伦公式 我们首先计算三角形的半周长 它等于其三条边之合的一半 一旦我们知道了半周长 我们就可以将其带入海伦公式 面积等于s乘以s-a乘以s-b乘以s-c的平方根 例如考虑一个边长分别为五六和七个单位的三角形 半周长将是九 将这些值带入海伦公式 我们得到大约14.7平方单位 海伦公式在处理不规则三角形式特别方便 因为直接确定其高度可能具有挑战性 三角学为计算三角形的面积提供了另一个强大的工具 当我们知道两条边的长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夹角时 我们可以使用三角函数来确定面积 公式如下 面积等于1分之1乘以b乘以c再乘以a的正弦值 例如想象一个有两条边分别为八个单位和十个单位 夹角为30度的三角形 使用三角公式 面积将是1分之1乘以8乘以10 再乘以30度的正弦值等于20平方单位 当我们可以从测量或几何约束中 获得有关角度和边长的信息时 这种方法特别有用 它展示了三角学和三角形面积计算之间的相互联系 直角三角形 以其独特的90度角提供了一种简化的面积计算方法 底和高就是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 直角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如下 面积等于1分之1乘以底乘以高 考虑一个直角边分别为五个单位和12个单位的直角三角形 面积将是1分之1乘以5再乘以12 等于30平方单位 这种计算的简单性源于直角三角形固有的性质 直角三角形在几何学和现实世界的问题中经常出现 它们的特殊性质包括勾股定理 使它们对于理解更复杂的几何概念和解决实际问题至关重要 等边三角形其所有边和角都相等 有一个独特的面积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消除了单独确定高度的需要 等边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如下 面积等于根号3除以4再乘以边长的平方 例如一个边长为8个单位的等边三角形的面积 将等于根号3除以4再乘以8的平方 等于16倍根号3平方单位 这个简化公式使等边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变得容易 等边三角形由于其对称性和美学吸引力 在设计和自然界中经常出现 了解它们的面积公式 使我们能够欣赏它们的几何优雅 并在各种应用中有效地使用它们 等腰三角形有两条边和两个角相等 需要稍微不同的方法来计算面积 我们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属性 使用一个专门的公式来确定面积 等腰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如下 面积等于四分之一乘以底边长度 再乘以四倍边长平方 减去底边平方后的结果的平方根 例如 考虑一个底边为六个单位 等边为五个单位的等腰三角形 面积将等于四分之一乘以六 再乘以四倍五的平方 减去六的平方后的结果的平方根 等于12平方单位 这个公式减化了等腰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而无需单独确定高度 等腰三角形在建筑和设计中很常见 它们的end and conquer true对称特性 使它们在视觉上令人愉悦 并在结构上稳定 在设设计下结构时依赖于三角形面积计算 测量师在测量土地和创建地图时 广泛使用三角形 通过将土地划分为三角形地块 它们可以准确计算 即使形状不规则的区域的面积 这些信息对于财产登记 资源管理和城市规划 至关重要 即使在计算机图形学和动画的领域 了解三角形的面积 对于渲染逼真的图像和动画 也至关重要 这些例子突出了三角形面积计算 在我们当今世界中的广泛性和实用性 可视化面积的概念 可以极大的增强我们对其的理解 并使公式更加直观 图表和视力是说明面积 与三角形尺寸之间关系的有力工具 想象一个画在方格纸上的三角形 网格上的每个正方形 代表一个面积单位 通过计算三角形内的正方形数量 我们可以近似的了解其面积 这种可视化强调了面积 表示三角形边界内所占空间的大小 此外 我们可以使用图表来演示 如何应用不同的公式来计算面积 通过标记边、角、底和高 我们可以直观地将这些元素 与其相应的公式联系起来 使计算更加具体 减少抽象性 与任何数学概念一样 掌握三角形面积计算需要练习 通过解决各种视力和问题 我们可以加强对公式的理解 并培养在不同情况下 有效应用它们的能力 从使用底和高公式的简单视力开始 当你对这些概念更加熟悉时 逐渐引入海伦公式和三角方法 处理涉及不同类型三角形的问题 包括直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考虑需要面积计算的现实场景 例如确定三角形翻所需的布料数量 或三角形花园的面积 这些实际视力使计算更具相关性和趣味性 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练习和深入理解概念 三角形以其简单而优雅的几何形状 在数学和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占据着基础地位 了解如何计算它们的面积 使我们能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并欣赏几何关系的美感 从基本的底和高公式到更复杂的海伦公式和三角方法 我们已经探索了确定三角形面积的不同方法 根据可用信息和所涉及的特定三角形类型 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当你继续你的数学之旅时 请记住 掌握三角形面积计算不仅仅是记住公式 它是关于深入理解边角和他们所包围的空间之间的关系 而且是关于深入理解析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深入设计算不仅仅是记住公式的关系 但是我们能够解决机 我们在深入设计算不仅仅是记住公式的关系 我们在深入设计算不仅仅是记住公式 我们在深入设计算不仅仅是记住公式的关系 感谢观看